这个女人将还没死的老公活埋了 为了追求刺激 还和一旁的奸夫在老公坟前做起了孕度 路过的仙尊看了兜气的受不了 进入了我的身体让我讨回公道 原来男人是十里八村有名的傻子 只因一位老道说 男人生成八字能治顾家大小 于是这个傻子就成了顾家的坠血 可顾大小姐病好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为要将江城堵死 就在迷流之际 一个路过地球的紫阳仙尊神魂 却被我无意间吸收了 仙尊的记忆里拥有着许多吊炸天的工法医术 并治好了江城身体 从此傻子江城不再傻了 吸收完后的江城发现了远处车里的男女 不用想就知道是这个男的把她掠了 此时两个顾家的庸人还在认真学习 没等他们反应将他们通通击晕 一个闪身来到了车窗前 喂 玩得爽吗 没等公子哥穿衣解释江城一把将她揪了出来 哼的一声 重重一把将她摔在地上 随机一脚踩到她命根上使劲用力 直接让顶峰集团的公子哥以后只能当太监 同时江城也没有忘记一旁那恶毒女人 然后将这对男女丢入刚刚埋自己的坑中 但是江城并没有杀他们 只是给记者打去了电话 让全市的人一起助他们百年好合 处理完这对狗男女江城就准备回家报平安 而此时江家出现了三个上门催债的混混 柔弱的妹妹姜柔正护在父母身前表示 拿不出这么多钱能不能再宽限几年 红毛混混一把抓住了妹妹手臂 说到还不起那就用身体换 正好回来的江城赶到碰的一脚将红毛混混踢飞 剩下的两人看到此时的江城变得如此厉害 一时都不敢上 躲在后面的红毛嚣张道 别以为傻子就不用还钱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信不信老子明天就告你们 不就是还钱吗 我还 混混件讨不到便宜 给出三天时间就嘟嘟囔囔的跑了 然后他从妹妹口中得知 原来被顾家接走后一直了无应许 急切的父母几次上门都被赶了出来 也是在那时被弃离 只得向高利贷借了三千元 但是力滚力却滚成了十万 听完后此时的江城颇为愧疚 将右手放向父亲的胸口顿时移到金光赏的 此时的父亲如同年轻了十岁 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 江城不仅不傻了 还变得与众不同 他来不及解释 安置好家人后 便前往第二大一药巨头人康集团 来到人康集团后 作者的方德看见江城却一点好奇 因为此时的他却不像的傻 江城却表示他有办法可以让现在的人康 成为本市的第一药巨头 只需要借用实验室一小时 就能研究出来赚钱的药水 听完江城的话 方德哈哈大笑 并表示帮自己是想要获得什么 江城表示事成给十万就行 妄想如此自信的江城 方德非常好奇 打开监控就想看看玩什么花样 可进入实验室的江城 却因为起床太走 退一息来躺在实验桌子上就呼呼大睡 眼前的小秘书顿时不满 就想跟方德打起了小报告 正当这时睡好的江城正好起身 只见他左手插都一阵火花带闪电的路 方董事和秘书哪里看过这种骚操作意识都傻眼了 就在江城将一缕金芒打入药水 只见砰的一声屏幕一阵蓝火闪过 江城的药水也正好完成 完事后的江城躺在沙发上 表示这种驱疤药 无论什么疤痕都能轻轻松松消除 秘书显然不幸 睡觉一小时 办事五分钟以为谁没看见 江城没等秘书继续说下去 一把将秘书避通在沙发上 一把将秘书的裙子向上提 并说道理就是因为这个伤疤才不穿短裙的吧 秘书一脸震惊眼前的人是第一次见面 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没等秘书问出来 就将药水滴入秘书座上伤疤出 并一脸坏笑 提出等下治好了就轻微一下作为谢 话音刚落妹子就被药水的刺激爽上了天 好热 好疏 没过一会后方德就在妹子腿上反复观察打 才确定八痕真的消失了 而此时的江城却来到了秘书身旁索要恩惠 不知所措的秘书也只能红着脸送上香吻 江城本以为能和方德顺利开展合作 哪知道这个老六不按套路出牌 对此也只能起身离开 这时顾安琪却带着一个四眼黄毛闯了进来 上来就指责江城盗取顾家秘书 后面的方德等人纷纷表示看错了人 面对此时的场景江城丝毫不慌 表示若是你们顾家的药方 你倒是把配方被一遍心听看 正当顾安琪背对的说不出话来 一旁的黄毛嚣张起来说道 可傻子废什么话直接交给警察处理 江城会心一笑指着黄毛你胜亏吧 我能治好呢 说着就去实验室调好一杯药水拿了出来 抓起黄毛就灌入他口中 黄毛本还以为是什么毒药 可是突然黄毛小老弟发出了正义的惊光 黄毛取孤 哎呀 方德和美女还在难为情地看着黄毛摆弄着小老弟 这该不会说也是我偷的吧 梅哲的顾安琪只得放下狠话 带着捂住酷当的黄毛灰溜溜地跑 突然背后一股柔弱袭来 江先生之前是我脑子瓦特了 您看那个合作 此时的江城直接单手插都向门口走去 突然回头道 顾安琪是怎么找到这里来 方总比我更清楚了 说完便扬长而去 出来后的江城很快就发现所有的制药都拒绝了 就连广场摆地摊都被顾家派来的城管围堵 正当江城一蹶不振的时候 却看到了新闻的播报 国师大财阀千金木吸血即将今晚返回本市 此时江城心中有了计划 这个男人修炼了最顶级的仙尊功法 却为了吃软饭去碰瓷附加千金的豪车 不出意外的意外 被附加千金的劳斯莱斯撞飞了二十多米远 路过的路人看见分分为官 并指责起了肇事的车主草菅人名 这时只见一旁的豪车上下来一个超级美女 正是圣轩集团的千金木吸血 这身材这气质简直就是江城梦中老婆的首选了 这时木吸血俯身询问起江城的伤势 一旁的女助理却看出端倪 不满的怼道 这个男人绝对是个碰瓷的 行车记录已有监控 说罢就打算把我交给其他人处理 连带旁边路人也纷纷倒戈对着指指点点 眼看未来的老婆就要离开 见状赶紧一把抱住木吸血的大腿 不许走 你必须对我负责 女助理都惊呆了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快放开木小姐 可江城却没松手 反而抱得更紧了 木吸血也不但没生气 反而让我赶紧去医院检查伤势 可江城居然不同意 你要把我扔到医院跑了怎么办 助理见江城那甜不知耻的模样 更是气不打一出来的就要做他 好在木吸血及时将他拦下 并表示带回家 让自己的私人医生瞧瞧也无妨 夜晚 车队缓缓驶入木家大宅 将江城交给了女司机后 木吸血率先走进大宅 没等江城感叹 身后的助理就搭上了热情好客的手 来到大厅的木吸血进来 就看见了满脸愁容的父亲 原来当地翡翠原料都被省内的凌家所垄断 如果到期没货不光天价违约金的损失 就连整个圣宣集团都要信誉扫地 而凌家开出的条件就是让木吸血嫁给凌家继承人 就在这时 江城破门而入 口中还大叫娘子救命 后面追着手提大刀暴怒的女助理和医生 江城一把抱住木吸血 率先告起状态 他们要把我变成太监 木父只觉一阵脑可疼 疑惑地探着江城 这小子是谁 江城一把楼锦木吸血 岳父我正是你女儿未来的老公 一听此话的木父哈哈大笑起来 实在有趣 我都记不清有多少年有人敢这样跟我说话 这时 管家又冲了进来 指着江城 别被他骗了 他是木家赶出来的傻坠血 木父闻言顿时火冒三丈 木家高手何在 瞬间江城就被四个壮汉围了起来 眼前的江城丝毫不慌直接一套街 八将来人打飞了出去 此时的江城浑身散发出无比的气势 保镖还想动手 却被木父叫住 木家的保镖可不是普通人 是这个世界上最隐秘的舞者 一个傻子是不可能一招就秒掉一个舞者的 你究竟是何人 我叫江城 我愿入坠你们木家 祝你们灭了林家 家主都无语了 我木家招一个傻子当上门女婿 是准备给人嘲笑吗 江城得意一笑 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会来当坠血 第二 即使有这样的人 谁敢保证他们不是奔着你木家产业来的 木吸血反问江城 就算你看上去最合适的 可你又能做什么 江城让木吸血看向自己受伤的部位 在众人的注视下 手心凌厉释放 大腿上的伤臀瞬间愈合 木吸血瞪大的眼睛简直不可置信 再加上刚才秒杀舞者的手段 一个大胆的想法瞬间形成 爸 我决定了 我的男人就是他了 男人被迫跟猪同吃同喝同睡整整一年 可他却跪地谢恩 只因为女孩向他借了三千块 仅仅一个月他却敲诈一百万 不还钱就要抓女孩抵债 但他看见江城开来的劳斯莱斯车队后就走了 这个傻子已经这么有钱了吗 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狗蛋亮出借具还想再捞一笔 下一秒借具在他手中自然了起来 这绝对是魔法 惹不起惹不起 他当场就粘了 但江城却取出一叠红票了 就还三千块要还是不要 狗蛋没想到还能收回本金 但江城又把钱收了回去 三千块就当赔偿我妹妹的精神损失费 另外你多次打伤我爸妈要怎么赔 看着江城那阴狠的眼神 狗蛋整个人都呆了 江哥 有话好说 你让俺干啥都行 江城手指一旁猪卷 这事就一笔勾销 很快猪卷里出现了一个不明物种 猪猪们很好奇这是个什么品种的猪 另一边 整个浅川市上流明市都收到了一张琴帖 百年豪门沐家沐熙雪要结婚了 拿到琴帖的沙币来到了顾家 他们怀疑沐熙雪要嫁的男人是江城 要知道江城之前就是顾家的坠血 沐家会这么傻 让女儿嫁给这样的人 和琴帖都发来了还有假吗 特别是沙帖 只要一想到沐熙雪这样的女神 要和傻子江城结婚 她就气得咬牙切齿 顾安琪仔细看了看琴帖 这上面并没有写江城的名字 会不会是巧合 不管怎么样 沙币决定亲自去看看 到底是哪个猴子要捞走自己心中的白月光 完全将一旁生气的顾安琪抛出脑后 婚礼现场 已经有人开始撒酒疯 扬言沐熙雪永远是我的 一定要杀了新郎 但很快就被保安给嫁了出去 可还是有不少男嘉宾愤愤不平 到底是谁要玷污我的女神 终于主持人热情地宣布 有请今天两位新人入场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沐熙雪一身吸服手中 腕着一身黑裙脸戴面具的江城出场了 特别是江城居然朝来兵吐出舌头做了个鬼脸 沐家家主觉得脸都丢尽了 可沐熙雪的母亲却认为江城愿意这样折辱自己 就是为了给沐家面子 沐熙雪没有看错人 就在这时 婚礼现场的大门被人给狠狠地踹开了 两个光头走了进来 沐家这么大的喜事 为什么不请我们林家 带头的林志远 人送外号笑命 身后还带着一名保镖 江城敏锐的察觉 这至少也是一个暗境级别的高手 难怪林家比自己老婆家有底气 这个世界高手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次分别是整镜 明镜 暗镜 化镜 丹镜 据说最后丹镜舞者能修炼出固体钢器 而整个华夏能达到丹镜级别的舞者 一共不出十人 可江城不在此恋 只因为他反向吞噬了异界准备夺射他的先王灵魂 江城想看看对方会耍什么花招 突然光头保镖射出一枚暗器直奔江城 慕熙雪只来得及喊出小心 江城就被打中眉心 面具硬生化作碎片 保镖得意的嘲讽 结婚还戴面具是不是见不得人 江城不以为一随手捏碎面具露出真面目 笑面虎突然反手给了保镖一巴掌 还不赶快跪下给新娘道歉 要是划破了脸 人家拿什么吃软饭 光头保镖还真的像模像样的跪在地上 任由笑面虎踩脸 慕熙雪有些紧张的挽着江城的手 你没事吧 要不要吃溜溜梅 江城很是淡定 那种攻击他完全可以躲开 他只想看看林家到底要做什么 而且只要他愿意分分钟能让林家毁服当初 此时现场不少来宾已经认出了江城 这不是红溪村的那个傻子吗 之前还是顾家的坠序 因为猥亵保姆被人打了出来 一时间无数的留言全部指向了慕熙雪 堂堂圣轩集团千金 浅穿第一美女居然招一个傻子当上门女婿 还是个结过婚的傻子 慕熙雪此刻也是无奈 躲在人群中的杀臂暗自得意 林家就是他安排人起伏来砸场的 笑面虎这时也逼问沐家主 不跟我们林家联姻也就算了 怎么能将女儿嫁给一个傻子呢 以后生的孩子十有八九也是傻子呢 面对这样的嘲讽 江城伸手拦住了想要发作的慕熙雪 一把抢过主持人的话筒 对着全体来宾大声宣布 我就是个傻子 傻子都能娶到国民女神慕熙雪 不服气来打我呀 我不是针对谁 在场的都是垃圾 当场就有人忍不了要出来教训江城 可江城只是一个眼神 那人突然脸色狂变 在众目睽睽之下学起了董教 这种情况超出了所有人的认知 在江城霸气的震慑下 男人居然跪下唱起了征服 就这样被你征服 杀必见羞辱计划失败 对着蓝牙耳机小声吩咐 启动必计划 江城就想看对方还会用什么招数对付自己 很快一个衣着暴露的丑女人走出人群 二话不说扑进江城怀中 江城顺时猛圈 你是哪位啊 我不认识你 可对方竟说江城是个父亲汉嫌弃 他是占妻女的身份 现在他怀了孩子 江城却要跟别人结婚 江城是万万没想到为了对付自己 这么阴险的招数都用出来了 一时间婚礼来宾仿佛吃到了大瓜 纷纷大笑 林家笑面虎更是在牧家主身旁补刀 没想到牧家心胸宽广 这样的人也能招来当女婿 就连牧希雪的母亲也为女儿不值 站在礼台上的牧希雪也是脸若寒霜却闭口不言 他在等江城给出一个解释 然而江城并未做出任何辩解 只是让身前的战阶女再仔细看一看 他是不是认错人了 女人本能地抬头 在面对上江城视线的刹那 就中了蛊惑之眼的魅惑 当场改口 反手一指人群中的沙臂 他才是我的老公 沙臂被这鸡被刺打得触不及防 而后女人满脸花痴地说出就是沙臂的爱如潮水 他是被指使这么做的 沙臂一把捂住女人的嘴 但已经晚了 轮到江城开始反嘲讽沙臂的独特口味了 沐家主终于有脸开口说话 来人 把他俩给我轰出去 经过了两番波折此时现场 再没人反对这门侵蚀 江城又将目光头像省城邻家 想必你们也没什么意见了吧 笑面虎此时表面笑得格外明媚 等江城转过身后满脸猙獰 他悄悄询问保镖刚才的两次一场 有没有察觉到什么 但区区暗尽 七五者哪里能看出漏洞 笑面虎暗自决定暂时不对沐家翻脸 当晚洞房花竹叶 江城早就在房间瞧手一拍 脑子里已经开始幻想 等下二人会如何战斗 沐熙雪会如何夸他站立持久 想着想着口水已经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突然大门被人推开吓了他一跳 沐熙雪换了女装站在门口 他一副认真的神情说有话要讲 此刻的江城还沉浸在春宵一刻之千金中 不停催促快点快点要睡觉了 沐熙雪满脸娇羞地干咳了一声 拍了拍手 从门外走进来另外一个女人 一声超薄猫娘装来到江城跟前 沐熙雪将人推向江城 自己转身就跑出门 江城满头问号 还可以这样 新娘子大婚当夜逃跑找替身 看着面前羞涩的小妍 傻子江城二话不说就扑了上去 此时的门外 沐熙雪就站在那里偷听 屋内断断续续传来小妍的声音之声 明明这就是她要的结果 可为什么心里却不舒服 但她不知道的是 屋内傻子江城衣服都没脱 正取出迎针施斩密法给小妍调理内伤 第二天当江城疲惫地走出卧室 沐熙雪早已站在了门口 见江城那副疲惫的样子 一股醋意就涌上心头 当场给江城打上了一个 沉迷美色的标签 傻子江城还想解释 沐熙雪忍不了吗 我不听我不听 江城满脸问号 我是谁 我在哪 而这次江城终于体验到了 吃软饭的好处 出门有豪车还有保镖 姑爷去哪 去地狱行宫 司机有些犹豫 那里可是整个浅川式 上流阶层的肖金窟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做不到的地方 而里面最出名的就是赌场 江城自信一笑 姑爷带你们看一场好戏 很快江城带着保镖 就走进了赌场 他大咧咧地坐在桌前 庄家 能不能借两块钱 我没钱下注啊 男人拥有能透视 世间万物的修真意能 就连美女群内的伤疤 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可第一次进赌场 就输了两千万 只因为对面的核观 是圈内号称千王之王的金莲 第一局江城猜大 开出的点数却是小 金莲玩味地问向江城 您全输了 还玩吗 江城表现得满不在乎 第一次玩还不熟悉 再借我两块金砖 这影的围观的人群一阵唏嘘 傻子江城入赘木家后 果然大手笔 要知道这里的金砖 每块估价一百万 仅仅一局江城就输了两百万 一旁的保镖小声提醒江城 差不多行了 再玩下去要出事 江城一副输红了眼的做牌 两块金砖全压了小 结果不出所料 开出的是大 没有筹码的江城提出再借两块金砖 而在地狱行宫的二楼 沙壁得意地看着江城的丑态 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你偏要来 沙壁分副手下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江城套住 让他输到内裤都没有 前妻顾安琪在沙壁身后吵哄了 傻子就是傻了 居然一头撞进沙哥的场子 真是活该 果然楼下的江城又输光了筹码 金莲略带惋惜的开口 江少爷别泄气啊 再玩一把 说不定就都能赢回来 而此时江城知道对方上钩了 这次提出要借十块金砖 围观人群不禁感叹江城是又猜又胆大 当江城将十块金砖全部压小框 金莲开始轻摇骰子 当骰钟重重拍在桌上的那一刻 金莲确信江城一定会成为丧家之犬 揭开头钟后 他甚至连看都没看一下点数 但当六个二出现在桌面之时 金莲呆住了 沙壁的可乐直接掉在了地上 江城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顾安琪赶忙上来宽慰沙壁 也许是巧合 他不会再赢的 河关金莲终于收起了轻视之心 认真地对上了江城 江城再次全部金砖压小 骰钟在金莲手中上下翻飞 在骰钟落定桌面之后 江城双眼出现一抹微不可查的紫色 这是至尊子彤的念力发动 骰钟被揭开 居然是六个一 小 又是小 此刻的江城宛如骨神屁腻地看着河关 看来我运气不错 金莲 还玩吗 此时的金莲已是满头大汗 刚才两局总共输掉了四千万 已经开始有人跟着江城下转 再开又是六个一 小 江城面前的金砖已经堆出了两个小山 八千万 在跟风人群的欢呼中 金莲已经无力地趴在桌上 而江城的杀招才刚刚开始 我们这么多人赢了这么多金砖 不知道地狱行宫有没有足够的现金处理 可以给我们兑换吗 众人突然反应过来 是啊 早换早踏实 换完了说不定就没现金了 人们开始要求大量兑换现金 这一刻地狱行宫就像漂亮国的银行一样 出现几个潮 大唐经理赶忙跑出来解释 历史办会没有这么多现金需要筹做 而这正是江城想要的结果 令人收好金砖江城大步朝门外走去 走 去下一家赌场 这个女人只是劝男友别生气 却被狠狠打倒在地 只因为她前男友血洗了杀臂的赌场 狂赚一个亿后潇洒离去 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当初她给江城戴了绿帽子 还污蔑对方偷了顾家的秘方 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江城居然是修真者 一夜之间杀臂的几个会所全部被狗关门 但很快顾安琪就想到了对付江城的半死 一时间杀臂眼中光芒大神 这条毒技能轻松让江城和穆家身败名裂 正当江城带领一众跟踪人群前往下一个赌场之际 网场大屏幕上突然插播了一条新闻 内容公然指责江城参与赌博 赌金高达千万 这招舆议引导能瞬间让人身败名裂 就连江吉克也要被彻底封杀 江城顿时斗志昂扬 既然如此就别怪你江爷爷教你做 走 去福利院 很快另一条新闻就被曝了出来 本是首付坠续江城一夜之间给浅川市所有福利院 养老院 宠物收容所等机构捐款超过一个亿 看到这条消息的顾安琪和沙币两人骑得吵了起来 说好让他身败名裂的 结果呢 白白给这个傻子做了广告 舆论风向全部扭转了 也就在这时一人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杀走 江城带人又赚了我们一个亿 气急败坏的沙币当场决定死磕到底 今晚所有赌场继续营业 一定要把钱赚回来 他赌江城新婚 不可能每晚都来砸场 但当江城这笑嘻嘻的身影再次出现后 整个浅川市上流都传遍了一个消息 江城放话 沙币必须跪下道歉 不然只要他开店 他就要去光顾 当晚 沙币满头冷汗地跪在了江城面前 江城冷冷地看着眼前之人 如果眼神能杀人 沙币已经死了一万次 直到江城走后 沙币依然跪在地上不敢起身 可他内心充满了怨恨 这个屈如我沙币定让你好好偿还 第二天清晨 同样看到新闻的沐家家主将江城喊过来 刚结婚 老婆都不要就去了赌场 而且当初说好能解决沐家危机的事 现在你干了什么 江城明显都心虚了 可老岳父是真的怒了 年轻人爱玩可以理解 但我沐天荡一生最恨没有诚信之人 在老岳父的圣诺之下 江城不慌不忙地取出了一个小瓶子 这里面就是解决沐家危机的办法 在沐溪雪好奇地询问下 江城开口分析 沐钱林家已经彻底停止了翡翠原始的供应 我们沐家会损失一大笔钱和名誉 但是只要我手中的药物能量产 沐家的圣圈集团就会在短时间内更上一层楼 果然 仅仅一个月 沐天荡欣喜地看着江城给出的成绩单 小陈啊 你真是我的好女婿 真是立了大步 正当二人打算推出新品之际 管家突然闯了进来 老爷不好了 小姐被绑架了 对方索要赎金一个亿 江城彻底录 谁活得不耐烦 敢抢她的老婆 强大的临时扫描过城市的每一处角落 沐溪雪的呼喊让她迅速锁定了目标 当她赶到之时 沐溪雪正被绑在柱子上 绑匪一脸猥琐的奸行 几只贤猪手伸向了沐溪雪 甚至还有绑匪拿出手机全层录像 泪水从沐溪雪的眼中滑落 江城 快来救我 然而呼救声反而激起了绑匪的兽性 继续叫啊 叫破喉咙也没人来救你 绝望之际沐溪雪看见了那个男人 此时的江城再也压抑不住 双拳紧握 周身灵力迸发 对不起 我来晚了 绑匪此时还未察觉到异常 叫嚣着让江城交出去巴高的秘方 否则撕挑 但迎接她的是一只大蛇 江城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抓住一人 狠狠地将她的脑袋按向地面 一切发生得太快 绑匪还想凭借人数优势解决江城 江城眼中寒光闪过 仅仅一个呼吸间 所有绑匪全部倒立不起 他将沐溪雪抱在怀中 眼中是无尽的愧疚 对不起 我发誓绝对不会再有下次 随后一脚踩在绑匪的胸口 说 你们是替谁办事 绑匪争鸣一笑 手中突然多出一个炸弹遥控器 哇 江城一个转身用后背挡住炸弹的鱼 带着沐溪雪飞快逃离 沐溪雪雪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景 整个人都呆住了 怎么会这样 江城反而打趣地说道 可能是坏事做太多 原地爆炸了 而刚才绑匪的行动让他确信了一件事 幕后之人给绑匪下了五指的禁止 而他只需要顺藤摸瓜布南找出幕后之人 仅仅几日后 电视上报道了一则消息 本是最大的地下势力白虎堂的窝点 被一神秘人袭击 共计132人全部死亡 江城看着电视报道却开心不清 白虎堂虽然铲除了 但真正的幕后黑手还没抓到 突然江城瞧见幕熙雪走进门 紧挨着他坐了下来 开口说道 省城邻家举办了赌食节 刻意邀请了我们俩 你要去吗 江城受宠若惊 一把抱住了老婆 幕熙雪居然主动征求他的意见 这让幕熙雪浑身不自在 你用不着这么夸张吧 江城直接装傻趁机将头埋进商店 突然女保镖打破了二人世界 好你的色魔 竟然敢轻薄小姐 有种臭啊 江城瞬间露出一脸诛歌响 被女保镖领着就往门外 幕熙雪也很无奈 其实他是愿意的 另一边省城邻家组部大楼内 两人正在密谋如何对付幕家 这次赌食会上 幕家必然付出惨痛代价 而江城敢抢他邻家豪看上了你 就等着生不如死 土豪哥第一次包下整个泳池 就想和没你们一起开派对 可不远处就有男人不识抬举 仔细一看 这不是火车上那个土包子吗 当下就叫小弟将人赶出去 可他不知道的是 整个度假酒店包括泳池 都是幕家的产业 而江城就是幕家的宝贝孤影 两人再次见面互相都看不对眼 原来在几个小时前 江城陪着幕熙雪前往省城参加赌食会 第一次坐高铁的江城显得十分兴奋 对坐的土豪哥十分不屑 直接说江城是乡下土包子没见识 无端被骂的江城小抱脾气就上了 酸溜溜的躲了回去 没想到火车除了载人 朱野鸣上车 土豪哥当场拽着江城的衣服就写干假 而这是一位乘客走来 发现土豪哥居然占了自己的座位 掏出车票就想让他离开 江城自顾自的挤到老婆身边 我打赌对面的人不会让位置 赌赢了 你就亲我一口 幕熙雪都懒得理孩子脾气的江城 认真言读手里的男朋友太吵闹怎么办 没想到土豪哥果然隐蔽负底 直接假装心脏病犯了 江城一见这情况 拉着幕熙雪的手就要让他对线赌约 身后突然出现一个中二青年 打断了两人的小甜蜜 今天这趟列车都是什么奇葩 一个爸做男 又来一个色狼 他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幕熙雪介绍起自己 声称会坚水正义 帮美女摆脱色狼的纠缠 然后当着江城的面提出要给美女做保镖 还说自己是拳击设的 打江城这样的色狼能打十个 江城和幕熙雪都无语了 而这时土豪哥又开始嘲讽起了中二青年 就是看人家妹子漂亮想泡妞 还有脸说我 中二青年当场跟土豪哥吵了起来 自己可是精灵大学的第三名 三观妥妥的方正 土豪哥一听 不就是个穷学生吗 说不定还是啃老族 双方互不相让 当场就打了起来 江城趁机拉着老婆就跑 吃瓜做圆点 小心溅了一连血 幕熙雪觉得这场架打得莫名其妙 该不会是江城干的吧 江城嘴上不承认 暗地里确实用至尊魔童激发了两人内心的阴暗面 不多时 江城就躺在幕家的度假酒店的泳池边 江城悠闲地打着遮阳伞享受躺平生 不禁敢开老婆旗下的产业美女就是多 可惜幕熙雪一到这里就去开会了 不然真想看看自家老婆的爵士风采 想着想着口水不自觉地开始流淌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喧闹声 有个土豪把泳池包吵后开始惊吵 对方直接扬言 难得滚出去 你的留下 江城定睛看去 卧槽 这不是火车上那个霸坐游腻男吗 而土豪哥也正巧看见还躺在椅子上的江城 不知什么缘由 中二青年摇身一变成了土豪哥的小弟 撸起袖子就朝江城冲了过来 江城服了服墨镜 哟 这不是精灵大学第三名 正义的伙伴吗 怎么变成看门狗了 中二青年一剑居然是江城 顿时气步打一处来 将列车上和土豪哥打架的事 全部算到江城头上 江城直接双手枕在脑后 眼中一抹微不可查的紫光闪过 中二青年寒怒出拳 可诡异的是这拳居然打在了土豪哥脸上 不出意料的意料 老板直接被打哭了 可他却说这都是误会 一定是在喝快乐水的江城控制了他 土豪老板当场暴怒 老子只是没文化 又不是没脑子 还特么的被人控制 看你就是不义的 对着中二青年一顿输出 两个保镖也把江城围了起来 江城正准备出手教训一下这个老板 永迟边又走来解 男人左拥右抱身后还带了个保镖 这出场方式着实让江城开了眼 太特么能装逼 好羡慕 土豪老板指了指江城对梁绍说的 就是那个傻子 快让阿奴帮我教训那家伙 梁绍对身后的保镖使了个眼色 阿奴得令 立刻凝聚体内真气 身体化作流光冲向江城 土豪哥面露震惊 好强 当下希望梁绍也帮他物色一个这样的高手 梁绍颇为得意的炫耀 这样的高手至少有上百人想招揽 土豪哥当场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招揽人才 可下一秒 人才阿奴直接倒飞了回来 正好砸在土豪哥的身上 一旁的梁绍看着两个飞出去的身影都惊呆了 什么情况 阿奴可是半步明镜级别的舞者 曾经一人打退二十几个海豹突击队员 那个悠闲自得的男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而江城也摘下了墨镜 眼中一抹紫毛傻 还有谁 一起上吧 这时 泳池旁的动静也引来了度假村的正经理 谁在我们沐家产业闹市 地上鼻青脸肿的中二青年连忙求助 就是江城 他还会邪术 他控制我打了老板 还把梁绍的手下打了 下一秒 一只鞋底就踩在了他的脸上 随后正经理来到江城面前 恭敬的九十度鞠躬行礼 对不起 姑爷 我来晚了 中二青年彻底惊呆了 他竟然是圣轩集团的坠绪姑爷 此时的正经理已经快暴走了 满脸阴沉的吩咐土豪的两个手下 抬着你们老板滚出去 三日内滚出精灵地界 敢招惹我们姑爷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是是是 这就滚这就滚 此刻江城表现得兴致缺缺 我老婆开完会了吗 正经理连忙阴生 刚开完会 我马上带您过去 见到沐溪雪后的江城 秒变宠气跑步 一脸猪鸽像 老婆我要轻轻抱抱 沐溪雪只觉得脑壳疼 砰的给江城来了个脑挖崩 明天就是邻家的赌食节了 你有没有像样点的衣服 江城顶着头顶的大包一脸无辜 沐溪雪无奈叹了口气 还是去买一件吧 果然当江城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 出现在商场时 女店员直接告诉他 先生你还是出门左拐吧 店内男女直接骂他这种垃圾 根本不配进门 女店员毫不掩饰地让他别碍眼 可江城却笑了 眼中紫光一闪而过 开口提醒 等会你们可能会倒霉 女顾客伸手就要给江城一嘴吧 没想到她的衣服诡异地撕裂来了 腰背处出现六个大子 老王到此一游 男伴当场就怒了 这特么不用想也知道被绿了呀 反手就是一个大逼动 贾美丽捂着脸都猛了 直呼冤枉 一定是这个乞丐搞的嘴 喧闹声进引来的店老板 谁竟然敢在这里闹事 语气中充满了冰冷之意 真是活腻歪了 随后满脸严肃地走到江城面前 在女店员的山中点火之下 店老板直接对着江城90度鞠躬 不知道您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还望海寒 这举动直接惊呆了两人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老板要对她鞠躬 难道是什么大任务 而店老板直接宣布 把他们俩给我轰出去 我名下的所有店今后不接待这位女士 这名员工 我粮食企业以后永不录用 处理完两人 老板亲自给江城做起了祷告 江城这才记起昨天见过词 而梁绍为了讨好江城 提出今天店内的商品随便挑 不多时 江城抱着大包小包出现在沐溪雪面前 沐溪雪都猛啊 怎么买这么多 都是白送的不要白不要 而身后梁绍还开心地朝两人挥手 喜欢您再来啊 看来又是一个被江城忽悠瘸了的 当江城对着镜子穿上一身西装 沐溪雪也换上一身巴黎世家后 两人互相看着彼此 没想到他穿西装竟然这么好看 江城更是感叹 我老婆是神选美女 两人携手前往林家赌世界现场 刚一下车就有人把他们当成了明星 江城无比的一小声地说 老婆老婆 他们夸你老公帅 你自豪不 沐溪雪翻了个好看的白眼 如果你不说话 会更帅 这时东道主林家豪张开双臂 就朝沐溪雪抱了过来 嘴里还特别亲热地说着 溪雪 我终于等到你了 江城直接拦在了他的面前 哪里来的阿猫阿狗 也敢这么叫我老婆的名字 沐溪雪更是厌恶地提醒 注意你的言辞 这是我老公 林家豪 我们没那么熟 请称呼我为沐小姐或者江太太 这一瞬间江城的心都快融化 我老婆可是第一次主动维护自己 可林家豪根本没把江城放容里 原来是坠绪 看你骨骼轻奇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的南公关 江城却也不生气 热情地给林家豪来了个握手杀 林家豪顿时脸色发黑 逗大的冷汗低落 立马改口说道 既然是沐家的坠绪 那我理当禁地主真 可内心有一万头羊驼奔腾而过 给我等着 一会让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来到赌市区 江城一眼就看穿原石内部 兴致勃勃地跟沐溪雪打赌这块石头能处理 果然切开后绿意满满 见江城兴致不错 林家豪适时地提出 前面里去有不错的原石 他来带路 可两人压根不理他 完全把他当空气 林家豪露出一脸阴狠的表情 跟在两人身后 突然提出要跟江城赌一把 每人选三块原石 当众切开 谁的价值高 谁就是赢家 江城终于有心去理他了 赌注是什么 林家豪毫不掩饰地说 你要是输了就立马滚蛋 永远离开沐溪雪 江城斗志昂扬 你若输了就跪下磕头叫银 沐溪雪还有些担心 江城马上宽慰他 放心 我不会离开你的 而且我们马上就要多个打算 很快两人各自选好三块原石 在众人的见证下 工匠给江城开第一块原石 切开后里面果然露出绿色 可仔细一看居然垮了 是废品 江城是真的猛的 垮掉的原石根本不值钱 而相反 林家豪开出的第一块原石 就是莫准帝王绿 紧接着第二块 第三块 林家豪开出的品项都不错 估计市值至少三千万 他戏谑地看着沐溪雪 还有必要开下去吗 不如早点跟了我 而此时江城剩下两块还未切开 小伙子 还要开吗 这么小的石头 就算开出帝王绿 也比不过灵绍的 江城自信一笑 没事开吧 就算输 也得输得心服口服 果然第二块开出 又是垮掉的废量 工匠又拿起第三块原石进行切割 而这一次工匠的瞳孔猛的收索 切割片下透出一抹红色 里面隐隐有龙形纹路 居然是传说中的龙血玉 这是块价值上亿的龙血翡翠 可男人却无条件地送给了仇人 林家豪直接拿去拍卖 很快从起开价三亿 竞价到了十亿 这时本该得意的林家豪 突然脸色变得难看起来 原来江城和林家豪对赌开原石 林家豪以一块帝王绿碾压江城 而江城开出的前两块全部垮掉 直到最后开出龙血玉赢得赌约 而输掉赌约的林家豪在江城的操控下 膝盖不由自主地跪了 就连门牙都被磕掉几颗 而根据赌约 他还要开口叫江城爷爷 却被制止了 理由竟然是这孙子太丑不能要 江城刚想带上龙血玉离开 却被一众保镖给拿了下来 林家豪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按照赌约你们选了三块原石 可是都没付钱 既然没付钱 那东西就还是我呢 沐溪血气的脸色铁青 江城却大方地将血玉递了出去 得到血玉的林家豪激动不已 有了这块血翡翠 我林家可以更上一层楼 随后他吩咐保镖 那个姓江的不知道有什么门道 把他们看上的石头全都给我带回来 随后无论江城看上什么样的原石 林家全部照说不误 看着好的料子都被林家截毁 沐溪血不由地形成 江城却出人意料地买了几卡车的废料 沐溪血完全不知道江城这么做的目的 很快 回去的原石全部都垮了 林家豪死死攥紧手中的龙行 该死 明天拍卖会我的这块宝贝 一定会让全场陷入疯狂 果然第二天 当龙行血翡翠被摆放上拍卖台的一刻 全场沸腾了 起拍价三亿 四亿 五亿 但很快就被交价到了十亿 林家豪坐在台下暗爽 有了这些钱 林家继身权力忠心指日可待 忽然血翡翠毫无征兆地碎了 这一刻林家豪同孔猛地收缩 深情沮丧欲哭无泪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而一旁的江城露出了一抹浅笑 哼 男人第一次不穿内衣修炼 却被老婆当场发现 江城直接吓得大惊失色 你 你要干什么 沐溪血满脸娇羞地靠近 我们是夫妻 同房休息不是很正常的吗 江城都感觉不真实了 这可是你主动的 立马猴急地扑了上去 可下一秒江城直接裸跟头了 他本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傻子 却阴差阳错地反向 博射了一届大门的灵魂 从此灵台清明开启了修行之路 在第一眼看见沐溪血后 就认定这是自己这辈子要娶的女人 甚至为了达成木 沐溪碰刺豪车 只为了能抱住女神大腿 成功混进沐家 却得知豪门林家看上了沐溪血 甚至直接终止了给沐家的原始供应 只要沐溪血嫁过去就能减入危机 关键时刻江城展现出了超常的实力 更是主动提议自己入坠能化解危机 虽然婚宴之上江城震慑住了林家 可动防花烛夜沐溪血却不肯同房 甚至派出女保镖代替自己 只因为他认为这一切不过是一场交易 可当这次江城从赌石节带回机卡车员时候 老丈人头痛不已 沐溪血也忧心忡忡 当初好的原料都被林家豪抢讽了 现在这些别人不要的废料到底能开出什么 这时管家焦急的跑来 冯市长 快看 这些废料有问题 两人顿时面色凝重 急忙跟着跑过去 刚到原始切割现场 沐溪血两人顿时如遭雷击 怎么会这样 看着满地粗绿的翡翠原始 沐溪血激动地抱住了江城 谢谢你 我之前一直怀疑你 冷落你 真的抱歉 老丈人高兴地拍着江城肩膀 你就是我们沐家的福星啊 夜幕降临 江城如往常一样开始修炼 当初修炼的练起功法 紫阳天遵用了三年 而自己只是休息过一次就功法大成 为了验证是不是自己拥有特殊体质 江城从事海内的众多功法中选择新的一门 吞天玄弓 光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吃东西就能变强的秘法 真是太适合我这种懒人了 当下将沉盘膝打坐 让灵气游走全身经脉 可这世房门突然被打开 江城朝门口望去 只见沐溪血一身清凉睡衣出现在门口 他羞怯地开口 江城 我 我来休息了 江城顿时张大了嘴巴仿佛自己听错 而沐溪血已经主动地爬上了床 这一次他是真心认可了这个男人 幸福来得太突然 江城被这幸福包裹着脑子已经不够用了 而沐溪血也露出一副任君百步的模样 江城整个人顿时压了上去 深吸一口气 这味道 太香了呀 也就在这时 江城猛地打了一个机灵 等等 我刚才在想什么 太香了 江城一把推开沐溪血 他感觉自己的脑子好像快不受控制 此时江城再也顾不上了门 直接裸奔朝门外跑去 这动静引来了女保镖进门查看 小姐 难道江城那个混蛋又欺负你了 我去教训她 沐溪血连忙解释没有 他什么都没做就跑出去了 此时沐溪血内心无比失落 难道江城对我没有一点喜欢吗 甚至表面上应付一下也不想 而早已跑出不知多远的江城终于停了下来 他惊恐地意识到 刚才自己竟然想直接吃掉沐溪血 只因为他正在修炼通天玄宫 这门功法十分邪门 他刚开始修炼竟然想吃人 女仆们关心地问着孤叶想吃什么 江城转头静问能不能吃掉他们 吓得女仆们齐齐朝外跑 看来一定是功法修炼出了问题 江城只好找到一个没人的房间 将自己关了起来 可强烈的饥饿感让他逐渐失去理智 突然他被自己的想法惊呆了 好想吃台电脑看看 当女保镖开门找到江城时 看见孤叶居然在睡大觉 他不由地为大小姐感到生气 而江城也终于恢复了些许理智 突然将女保镖壁咚在墙上 试探性地闻了闻味道 想吃人的欲望还在 但已经能控制住了 当下不再欺负女保镖 决定先去给老婆解释一下 在老丈人的书房内见到了慕兮许 可老婆直接与他擦肩而过 不给他任何开口的机会 这时老丈人将韩教授引荐给江城 他希望江城能去学校继续进修 为此韩教授还专门出了一套试题 甚至在考卷最后还加了两道高难度数学题 可让韩教授万万没想到的是 江城居然全部答对 这怎么可能 见到这个结果 韩教授竟提出希望江城能去大学担任老师 而只有江城才知道 他那台电脑没白吃 吞天玄宫能将吞下后的东西 转变为自己的知识和能力 第二天当江城踏入学校后 他被眼前的青春气息给深深震撼 还来不及用透视眼仔细观察 就隐约听到某个角落有女生的呼救声 校园里难道还有人闹事 正当江城准备出手时 可听见他们的对话又犹豫起来 原来校花抄钱消费还欠钱不还 让他受点苦头也好 而且他还察觉有无者隐藏在附近 突然校花看见有人露过 开口朝江城呼救 怎料江城转头就走 校花都急哭了 你还是不是男人 看见我一个女孩子被欺负竟然无动于衷 可江城却反问 我为什么要救你啊 此刻校花双手已被反复住 你说的是人话吗 正常人不应该见义勇为吗 可江城却有理有据地分析 那两个人明显长得比我强壮 身上还有武器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 年迈的父母怎么办 你来养老送终吗 还有你这一身名牌 应该是借贷了吧 既然提前享受了就该想到会有今天 此话一出就连歹徒都惊呆了 卧槽 这位大哥的三观好正啊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此刻江城故意转身 假装看不见角落发生的一切 只因为他在等旁在暗处的那名牡者出手 终于从树上传来一声大喝 都给我住手 两个大男人欺负一个女孩子算什么 紧接着他高高跃起 一拳将其中一人打倒在地 而江城就静静地站在一旁吃瓜看戏 这就是传说中的B王就美了 一阵烟尘过后 校花依偎在B王的怀里小声抽气 这么烂俗的桥段江城实在看不下去 本以为是什么高手 现在看来不过是个菜籍 正打算转身离开 却不想对B王给叫住 只见校花掏出一把美宫刀交给B王 就是他见死不救 给我教训教训他 B王几个闪身快速朝江城逼近 眼看小刀就要刺中之际 惊奇地发现手中的刀居然不见了 接下来他看见江城直接拎住小刀朝嘴里送 吞天玄弓能将吞噬的一切物体转化为自身的能力 此刻的江城眼中布满血丝 杀气肆意 校花看见这一幕都傻了 B王直接装逼失败不可知心地看着眼前的人 快逃跑 这个人至少高自己四五个境界 下一秒江城一脚踹的B王口吐鲜血 随后活山无影脚不停地踩下 你好好的装逼泡妞不行吗 干嘛非要招惹我 我就想安静地做个美男子就这么难吗 以后别再让我看见你 不然见一次踩一次 随后转身看向正欲开溜的校花 此时的校花满脸忐忑 直呼自己是受害者 是无辜的 江城不懈地看着他 打你这种人会脏了我的手 不过在校花的错愕中 刚才被打倒的两个流氓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片刻后校园小树林传出了一声悠长的叫声 男人为练爵士神功 一餐饭居然吃了十八碗都还没吃饱 但他却很开心 只因为不远处有男人 掏出十万块想要和校花交朋友 却被礼貌拒绝了 只因为追求校花的人可以绕操场十圈 他自以为很有钱 可校花却一句话说出了真相 你太丑了 男人如遭雷击 这一幕让正在干饭的江城忍不住笑出了声 有这些钱不如去整容 人家校花铁定能看上 男人顿时勃然大怒 他周飞前可是学校里的富二代 哪里受到了这样的羞辱 顿时一拳朝江城招呼了过去 紧接着他被甩飞出了食堂 在小弟们的搀扶下周飞前站了起来 校花不要钱 小弟们要啊 一个人一万块 给我叫去这个嘲笑我的小子 要是能打趴他 再另加十万 当一群人将江城包围住的时候 江城却掏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周飞前还以为江城是怕的 只要现在跪下道歉还来得及 可江城却反问 你知道正义联盟的老大为什么是蝙蝠侠吗 周飞前完全听不懂江城在说什么 小弟们已将江城团团围住 这时几个黑衣保镖挤进人群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向江城行 此时江城也送了一口气 来得很及时 现在就告诉你蝙蝠侠为什么是老大 说完无数的钞票撒向空中 我的钞能力无与伦比 周飞前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而江城也开口了 我出双倍现在给我揍他 在经过周飞前这个小插曲后 江城又继续回食堂干饭 此时已经整整干了十八晚了 自从修炼了吞天玄弓 江城每天都在饿肚子 突然他路过了学校的机房 回想起第一天练功自己就吃了台电脑 要么再吃几台电脑试试 不多时上课领想 女教师带着教材走进教室 可眼前的一幕让他特地惊呆了 男人只是在教室里放了一个屁 就让同班女生当场怀孕偶扑 同学们纷纷逃跑直呼 这是萤火的武器 只因为江城修炼吞天玄弓出现了问题 正常吃米饭就能获得力量增幅 可他偏偏觉得吃电脑能长知识 学校的机房电脑统统都被他吞噬殆尽 细算机系女教师发现后都惊呆了 可罪魁祸首江城却又跑去上化学课 正当他拍着肚皮感慨学校的电脑配置太低时 体内一阵翻江倒海 卧槽 这吞天玄弓不靠谱啊 可偏偏这时候老师点名让他回答问题 他强忍着控制丹田之气 却已经无法集中注意力在答题上 这时前排的学霸站了起来 老师 这题他肯定不会做 还是我来回答吧 随后学霸竟然直接采用三种解法验算 江城怎么都感觉这波被学霸给装到 果然女教师对学霸的表现十分满意 却不忘讽刺起江城 这位同学 你小学到高中的履历都是空白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我们学校的 但既然已经来了 就要好好听课 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 江城虽然开口解释是身体原因 但明显能感觉出女教师对他的态度很差 仿佛在故意针对 而学霸也一副傲慢的态度 说江城曾经是村里的傻子 混进学校不懂装懂 一时间课堂上留言四起 傻子是怎么考上大学的 估计是家里有关系 真是讨厌和傻子一起上课 面对流言蜚语江城是真的生气 他是真的身体不舒服 却被同学们随意编排 正好不知道肚子里的能量气旋怎么处理 下一秒江城突然手指学霸捏住鼻子大 好臭 余承辉你居然放屁这么臭 学霸都惊呆了 但这是完全无法解释 这一刻同学们疯了室的朝外跑 芳花刚刚跑出教室后直接呕吐起来 到底发生什么了 是余承辉 他放了一个屁 威力不同凡响 两名男教师彻底猛圈了 不就是一个屁的事 至于吗 可当他们将学霸从教室里救出后 两人已经瘫坐在地 学霸更是呕吐昏迷 而始作俑者江城已经毫无负担站在一旁看起 现在全校都知道这个屁是你放了 看你以后怎么装 但看着这股气旋从教室内冒出 江城也忍不住吐槽 吞天玄公虽强 但是真不能乱吃东西 实在太邪门了 此时江城的手机响起 刚一接通江城脸色巨贬 什么 岳父被人绑架了 而且绑匪不要赎金 刚想宽慰一下沐溪雪和丈母娘 管家又焦急地进来汇报 公司也出事了 男人有四个暗镜级绑镖 当江城找到老丈人时 周围居然无人看守 来老丈人已经焦急地提醒 周围有埋伏 下一刻两位住机器的修者出现 此刻江城一副好怕怕的表情 住机器的高手啊 要怎么才能放过我老丈人 其中一人长剑架在江城脖子上 这个简单 想活命留下一条胳膊一条腿 江城文言立刻拒绝 这个不行 我老婆那么漂亮不能独守空房 而当先一人已经长剑挥下 等你死了 你老婆就留给我们师兄弟吧 不成想挥出的剑却被江城轻易捏住 正当绑匪凑恶至极 江城已经寒怒出手 一拳将人击飞 陪你们玩玩 还当真了 小小猪机器还敢打我老婆主 另一修者见情况不对提 使用绝招 此招一出就算是金丹七强者 也难以抵挡 当下二人高举双手 使出双剑合命 长剑在灵力的灌注之下 陡然变大 巨大的剑锋直指江城 一剑下来却挥了个寂寞 而江城早已站在灵箭之上 这就是绝招吗 说吧 是谁让你们来对付沐家的 是萧师弟让我们来对付你们 江城显然不信 老丈人被绑架和制药公司 同时出事绝不是巧合 历长将其中一人摁在地上 转头看向另一人 我的耐心有限 劝你还是说实话 另一人此刻已经恐惧至极 终于将老丈人解救回家 沐熙雪和丈母娘显得不满之行 这两个修者要怎么处理 当然是把他们关进地下室 沐熙雪还在愤愤不平 干脆杀了好了 而且虽然爸爸被救了出来 但公司的问题还没解决 我放心剩下的都交给我 我已经知道是谁要对付我们了 男人一把掀起陌生女人的裙子 江人暗倒在沙发上 却只为了证明自己的去巴林有奇效 然而如此神奇的密钥 却被人说是假药 网上无数水军开始攻劫圣宣集团 一时间新闻舆论纷纷跟进 而操纵一切的人正在加餐 他们收到沙老板的指示 下一步围攻沐家大宅 彻底让江城和沐家 在浅川市无法立足 可突然房间电路一黑 等他掏出手机照明时 红桌的人全部趴下 而江城已经热情地抱住了他 兄弟帮个忙呗 给你找的那群拖打个电话车了吧 不多时管家充满回来禀告 公司门口的闹事者都莫名其妙地离开了 之前是给钱他们都不走的 现在是不是有高人相助啊 而沐溪雪第一个能想到的高人就只有江城 但显然危机尚未彻底解除 根据江城的调查 真正的幕后黑手是沙家和顾家 可江城再也不能直接出手了 因为他修炼紫阳天尊功法后 越来越多的影视宗门已经出现 唯一正确的方式 就是利用正常的商业手段解决 而通过江城的占卜术推算 今天能在校园内遇见破局之人 很快江城就锁定了来人 华建功 浅川大学历年最优秀的校友 同时还是军方的大佬 陪同华老一同的还有他的孙 扯下一秒江城猛地给自己来了一嘴巴 只因为他透视眼的技能主动释放了 此时华老在孙女的陪伴下 走在学校的情人朋友 老人正在回忆当年 自己与老伴的相识过程 江城悄悄跟在身后 完全没机会上前与华老接触 突然华老感到一阵心脚痛 江城一看 简直是天赐良机 正打算出手 可不知从哪里走出一位白发道人 开口说自己与老人有缘能救人 江城都傻了 居然被人抢先了 这不是抢饭碗吗 本打算躲在树后 看那道人装博失败 可接下那道人双膝盘 坐口中念念有词 周身散发出一股强大的金色气血 江城彻底愣住 他竟然在道人身上感受到了同源的功法 又在江城准备离开之际 一辆钱穿式精神病院的车开了过来 二话不说将老道士带走 王老的孙女都猛低了 还以为是世外高人 没想到是精神病 赶忙拨打120求救 但江城能清楚地感到老道士是有真才实学的 不过这也正好给了江城一个接近王老的机会 就在王老孙女都急哭的时候 江城走了上前 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自己能帮忙 妹子初见江城居然还有一点行动 但下一秒就将头撇了过去 长得帅也没用 我已经叫了救护车了 江城还想争取一下 可妹子受到老道士是个精神病的刺激 根本不再相信任何人 眼看着救护车快速地将滑老就走 江城也是无可奈何 只好在远处提醒对方 有需要可以找他 而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学习后 江城本打算回家 却被身后的萧瑟郎叫住 他想为上次绑架穆家族长的事道歉 江城头也不回说了一句 你不配 但对方一句话就让江城心动了 陈爷 我知道我不配 但您大人有大量 晚上都睡不安了 而且今天晚上笑花费罗伊也会救 江城立马回头答应 晚上来你来接我 见江城终于答应 萧瑟郎才露出一抹奸笑 当晚在海月宵中 萧瑟郎频频向江城敬酒 还安排了男女公关一边一个 江城此刻已经在活动拳头准备打人了 萧瑟郎故作查看信息的样子 抱歉地说道 陈爷 萧瑟 萧瑟罗伊临时有事 来不了吗 江城此刻也不装了 就你这副嘴脸能约到笑花才怪了 而就在此时 天字一号包厢的大门被人狠狠地踹台 几个黑衣保镖嚣张地让所有人滚出去 萧瑟今天包场了 周飞前猛地站起给江城挖坑 什么萧瑟 这里坐的可是陈爷 下一秒他就被掐住脖子 断断续续说出萧瑟的身份 海纳房地产的情与萧瑟 浅川是房地产巨头 随后他好心地提醒江城对方势力很大 要服软换个地方再吃饭 甚至摆出一副恳求的姿态 果然江城重镜了 什么秦少狗少的 先来后倒懂不懂 两个保镖见少爷被人骂了 立刻就冲上前要教训下这小子 而江城只是随意扔出手中的杯子 直接double kill了两人 再两人留下一句有种在这等着后 周飞前开始专门介绍秦瑟有多好后 江城突然反问 既然这个秦少这么可恨 你为什么不骂他 为了稳住江城 周飞前开始疯狂辱骂秦瑶 却不知此刻秦瑶正站在他身后 当他正骂得开心之际 感觉到空气突然安静了下来 猛地回头一看 周飞前脸都黑了 秦瑶正满脸阴沉地看着自己 再想改口解释已经来不及了 秦瑶直接一脚踹了下去 接着就是佛山无影脚踢出 周飞前被踢却不敢反抗 还跪下求饶 这血腥的场面 被一同前来的笑话看在眼里 费罗伊此刻浑身颤抖 知道秦瑶一句话 就能强插了他家的房子 而江城却稳稳地坐在一旁倒角 秦瑶大咧咧地张开腿坐下 江城 识相地从我胯下端过去就放了你 江城玩味地看着秦瑶 既然知道我是谁 还敢这么做 你是真不怕我百年圣轩集团吗 但秦瑶显然听到了什么风声丝毫不在乎 就在此时 江城的电话响了 不再理会秦瑶 江城接起了电话 秦瑶怒了 直接将酒杯砸碎在地 既然敢无视我 那就别怪我在你爬出去的时候加点玻璃 可江城依然在和电话那头的人聊天 秦瑶猛地站了起来 一把夺走江城的手机 听见电话那头还是个女孩的声音 秦瑶顿时来了精神 哟 还是个女的 是江城的拼头吗 快来陪大爷耍耍 可他万万没想到 给江城打电话的正是军方大佬的孙女 此时华老已经生命垂危 华小姐想起江城说过能救治 等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思 给江城打电话 希望他能赶往医院进行抢救 可秦瑶却一把抢走了电话 还在电话里调戏了对方一番 更是放话有种到饭店来 而一向跋扈惯了的秦瑶 更是让保镖准备好摄像机 他要当将沉面羞辱笑话和电话里的女人 随着源源不断的豪车的到来 车上当先下来一个女人 正是华小姐 随着包厢门被人推开 秦瑶满眼都是花痴 这身段 这脸蛋 以后就做歌的女人 话音刚落秦瑶就挨了一嘴巴 被打后的他人都猛了 谁特么的敢打我 保镖都干什么吃的 等他看清华小姐身后的男人 当场就怂了 爸 你怎么打我呀 你要再打我 我就回家告诉我 此时的秦家家主已经气疯了 得罪了华小姐 整个家族都要完了 拖起儿子就跪在了华小姐的面前 秦瑶根本搞不清楚状况 爸 干嘛给这小娘皮下跪 话未说完 又是一个结结实实的嘴巴打在脸上 江城坐在一旁吃瓜看戏 真是活该 可秦瑶飞但不收敛 反而挥拳冲向江城 王八蛋 一定是你坑我 然而都不需要江城出手 一只大脚就朝秦瑶飞了过去 看着秦瑶如此难堪 江城心里乐开花了 原来不用亲自动手 看人被打脸更爽 而此时华小姐已经来到江城跟前 看戏看够了吗 马上跟我走去救我爷爷 要是织不好 他伸出两个手指 对着江城小夫下比划了一下 懂了吗 江城刷得站起身 两腿夹得紧紧的 那还不快走 当江城出现在医院 许多医生对这个年轻人 投来了疑惑的目光 太年轻了 不会是个骗子吧 而人群中还有一位年轻医生 认出了江城 这不是洪溪村那个傻子吗 后来入赘给顾家冲洗的那个 一定要阻止他 华老爵不能让他来治疗 会出人命的 虽然戴着口罩 但江城还是认出了对方 这不巧了吗 方二傻 还是前妻顾安器给娶的外号 看着面前两人 抢着要给爷爷治病 华小姐一时间 不知该相信大傻还是二傻 最终江城让步 就由二傻先进行针灸治疗 这可气坏了华小姐 难道当我爷爷是试验品吗 而这时江城给了一个放心的眼神 他已经看过老爷子的病症 不会有大问题 华小姐开始介绍 这是得高人真传的华阳真法 一定能治好华老的 随着他将微弱的内力注入到银针之上 一针刺辱眉心 接着18根银针起 二傻将自己学了三个月的华阳真法 发挥到了极致 只要这次成功了 单车变摩托 什么顾家 沙家统统都能拿下 随着二傻失真完毕 众人齐齐地看向华老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来 华老竟然真的缓缓睁开了眼 一时间其他医生纷纷送上祝贺 二傻开始飘了 从今以后整个浅船 他都能横着走 华小姐紧张地询问爷爷感觉如何 得到答复很舒服 感觉经历比以前好多了后 华小姐还是有些疑惑 难道那个江城真的是个骗子 而二傻也已经开始催促 趁早处理掉江城那个骗子为好 这时江城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你们是不是高兴得太早了 听说过回光返照吗 一时间所有人都愣住了 就在二傻冲上前和江城理论的时候 老爷子突然浑身颤抖 额头上的银针全部崩脱 病房内的所有人都被倒飞而出的银针扎伤 而最致命的却是一旁心跳一传出的声音 声音不再有断讯 长长的尾音传入了每个人的耳中 二傻此刻已经傻了 怎么怎么可能 他亲手致死了华老 男人一套华阳针法 竟将人质地回光返照 最后更是心跳骤停 眼看人都快没了 他居然甩锅给江城 都是江城在旁边 否则怎么会这样 江城都无语了 这骚操做坡有漂亮国的风范 五点赞都不行了 而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方二傻突然高声开口 江城 你居然要华小姐下架给你 才肯出手救人 闻听此言的华小姐都傻了 愤怒地质问江城 你居然用我爷爷的生命来威胁我 江城脸都黑了 而方二傻用仅有两人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就算死 也得拉你当店呗 此时的江城尴尬地挠挠头 没想到疯狗真的会乱咬人 他不慌不忙地掏出手机 从你开始给华老师针治疗开始 我可是全程有录音动 事情败露的二傻手指不受控制的颤抖 当长期的口吐白沫昏倒过去 在命远将碍事的二傻抬出去后 江城自信地走到病床前 华小姐紧张到极点 你有没有把握呀 江城边将人往外推边开口安慰 放心 刚才不过是故意刺激一下二傻 肯定还你一个健康的爷爷 此时在病房外一众医生心里忐忑不安 真怕再来一个方二傻 病房内的江城述往开始的治疗 一股强大的生命之力自从掌心汇聚 江城虽然不懂医术 却知道人体是有自我修复能力的 生机繁荣了 任何病症都会自我消散 随着生命之力的助力 医院外的花草开始枯萎 门外的医术和华小姐也感受到了一股晕眩 而华老的脸色开始变得红润 带到江城走出病房 华小姐已经忍不住扑在爷爷跟前 江城则默默离开 他还有一件事未了结 此时的皇家会所内宾客如云 江城独自走进场内 当下就被沙币和顾安琪发现了 哟 这不是圣轩集团的顾业吗 你家假要的是解决啊 我名下的会所可都不欢迎你 而为了对付江城 沙币随意叫来一名服务员 猛的一掌扇了过去 随后对着服务员一顿输出 转身又对另一人吩咐道 赶紧报警 就说有人在我这里闹事 还有多给我机灵点 所有监控全部关闭 做完这一切 沙币手指着江城 等会要让我好好欣赏下你挣扎的样子 沙币反手打伤自己的工作人员 还报警污蔑打人者是江城 一手栽赃嫁祸完的贼溜 正当他搂住顾安琪得意地等待警察的到来 一名工作人员就已经前来汇报 门口来了一群人 闻言沙币决定亲自出门迎接 他迫不及待地想看江城如何锒铛入狱 而此时的江城却一言不发 当沙币来到会所门口 预想中的警察并未出现 门前一辆豪车旁站着一位绝色美女 工作人员小声提醒 就是这群人气势汹汹地说要找江城 来人正是华小姐 他远远地看见人群厚的江城 刚要走过去质问 为什么不辞而别 却被沙币拦住了去路 小姐能否认识一下 我是顶峰集团总经理 沙是家族嫡系继承人 年少多今可不是江城这样的小别三能比 小姐不如进去跟我好好喝几杯 然而下一秒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捏住了沙币 咔咔一声沙币手扫着被捏断了 你的脏手也配碰我家小姐 为所移众保镖当下一拥而上 然而华小姐全然没有理会这群杂鱼 在一群人惨叫声中 华小姐静止来到江城身前 你干嘛不告而别 你知不知道爷爷有多感激你 好了 现在赶紧跟我回去 交谈间 一个保镖直接朝着华小姐这边倒飞而来 江城本能地将人搂过来躲避 但这一次华小姐制止了保镖的举动 没事 此时沙币一群人横七竖八地倒在地上 沙币嚷嚷着要报警 谁知华小姐的保镖冷冷地开口 警察不会来了 现在这里有我全权复杀 沙币文言大惊失色 江城却扭头看向身后的华小姐 我知道如果不接受你和老爷子的胆谢 你们心里会有负担 所以 我能提点要求吗 你说 江城俯下身看着地上的沙币和不安器 帮我把我的仇人都解决掉 华小姐一脸无所谓的表情 就这点要求 江城还不忘补充 别忘了人家刚才可是介绍过自己的了 浅川是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而感觉情况不妙的沙币也终于站了起来 对对对 我可是浅川的大人物 一个小娘皮还敢放肆 江城等的就是现在 来来来 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华老的孙女 华老 你不会不知道吧 一听竟然是华国真正的大王 沙币的腿已经开始站不住了 怎么办 他突然灵机一动 一嘴巴扇在了不安琪的脸上 接着又是一脚踹出 都是你这个女人 背地里做了这么多伤天害理的事 接着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华小姐面前 我是无辜的 都是不安器害人啊 男人本是人族先到至尊 却想要吃暖饭 为此不惜碰刺豪车 更是抱住女神的大腿不放 终于成功入坠穆家 然而他怎么也想不到 打自己老婆主意的人太多了 林家豪为了逼迫穆希学改嫁 直接在源头上封锁了穆家的玉石来源 江城看着老婆闷闷不乐 一把江人抱了过来 放心有我呢 当夜他一身黑衣就潜入了精灵 对着一块品像极佳的源石注入天地灵气 第二天就有人禀报 大少爷 咱们家的赌石庄园开出帝王绿了 林家豪高兴地拍着桌子站了起来 急忙吩咐手下把源石完整解开 然后联系拍卖行 这绝对会是拍卖行的压轴拍品 自从上次江城弄夸了鸡血时 让他林家鸣声扫地一落千丈后 他林家豪可以凭借这块帝王绿重回巅峰 然而在拍卖会上 这块帝王绿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人抢走了 他在江陵甚至没有见过这名男子 而对方直接放话 老子看上的东西 红子都别想抢 孙子也不行 在一锤定音后 林家豪站了起来 他本想刁难一下对方 要知道这个拍卖行可是只收现金的 男子十分不屑 双指一弹 一张黑卡刷地甩出 林家豪接住黑卡顿时愣住 基金卡 卡号88888 顿时他毕恭毕敬地将卡地还给对方 要知道持有这种卡的人别说区区几百万 几个亿的资金也是能随时预知的 一定不能得罪这样的客户 而男子得到这块玉石也是十分惊喜 只因为这块玉石中罕见地拥有天地灵气 只需吸收完这些灵气 男子便能一跃提升到暗境巅峰 此下一秒玉石直接炸了 男子艰难地爬出房间 浑身破烂的他认准的是林家在糊弄自己 一路杀到林家 手里拎着两个保镖 一脚踹开大门 此时身在浅穿式的江城 给林家豪送上了美好的祝福 而在林家大宅 面对来势汹汹的男子 三个鼓舞者将林家豪护在身后 没想到林家豪却自己走上前想要寻味免有 可认准了自己被骗还被炸了的男 却一把掐住了林家豪并提了起来 我误会你奶奶个腿 衣服都炸烂了看不见吗 说吧直接把人丢在墙上 三个鼓舞者见林少被打七七出手 出乎男子意料的是 三个鼓舞者都是华镜七的高手 只一掌他便被打成重伤 男子当场害怕 你们不能杀我 我是武蒙丁吉宗的男 可林家家主见儿子被打婚后失去理智 不管他是谁 杀 都被我杀了 当下一人飞起一脚之中男子心口 接着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其中一人连忙出生制止却以为是一晚 你们这是要惹祸啊 也就在停手的见习 男子已然不行了 临死前他捏碎了胸口的玉石 一缕神念飘向远处 我神权帮定会面临满门 三名散修得知死者竟是武蒙之人 早已兴生了逃跑的念头 要知道 天下舞者有统一的机构武蒙掌管 所有门派都需要注册备案登记 旗下分甲乙丙兵四大阶层 死者虽然是最弱的丁吉宗门弟子 但只有门派中高端战力化境中期以上至少十二人 才有资格成为丁吉宗门 这绝不是他们三个散修惹得起的势力 得知会被这么多高手抱货 年轻修者已经慌了 我们该怎么办啊 当然是跑路了 事情是因林家而起 让武蒙的人找林家报仇好了 我们拿钱 走人 只是有点对不起林家主 突然一鸣散修面露疯狂之色 既然要跑路了 那么林家之前的东西是不是要多拿点 在老者的默许之下 几人开始疯狂抢劫 也就在这一夜 林家大宅彻底沦为废墟 没有一个活口 就连狗都杀了 神拳帮大师姐默默记下三人气息 发誓一定要报仇血恨 很快这一重磅消息冲上热搜 沐吸血第一反应就是看向江城 要知道事发前一天晚上 江城确实偷偷去了林家一趟 林家的事 是你做的吗 江城这次表示自己真的是无辜的 虽然在浴室上做了手脚 但犯法的是他不会去做 不过林家覆灭也算是解决了穆家的危机 而江城复仇的目标 仅剩的只有顾安琪和沙碧两家 此时这两家早已乱成一锅粥 沙碧为了能让华小姐放过自己 竟然不惜对一个女人拳打脚踢 这也彻底引得顾家与沙家决裂 顾安琪回去后 顾家家主勃然大怒 之前所有的事都是两家商议后一起行动的 现在沙家居然将锅全部甩给顾家 真是欺人太甚 顾安琪发誓绝不会就此做吧 为此他制定了一个计划 一毫大酒店总统套房内 顾安琪十分紧张地握紧手中的杯子 这里面被他投放了吐针剂 而在角落出的盆栽内则安装了摄像头 就等沙碧前来将其做过的违法乱记之事全部说出 此时房门被敲响 门外传来的是沙碧的声音 当他露出迷人笑容将房门打开后 意外地发现来的不只是沙碧一人 还有两名陌生男子 来不及反应 他已被人强行拖拽到床上 而沙碧则露出一脸凝固的笑容 手中端着一个摄像机 顾家大小姐酒店约会出 你顾家要完蛋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酒店外 江城早已等候多时 沙碧因为涉嫌虐待未婚妻被记者曝光 警察也在热心市民举报中及时赶到 事后沙碧被警察正式逮捕 沙家和顾家联姻已失败收场 商业地位岌岌可危 听着电视里这一系列播报 幕后黑手江城总算痛快了一回 可不远处一名打工的实习生引起了他的注意 妹子不小心将汤撒在了学姐衣服上 虽然不停鞠躬道歉 可学姐却盛气凌远 首先叫我副会长 其次说对不起有用吗 裙子是限量款的 你怎么赔 剑又是仗势欺人的戏码 将有限的权力无限地用在弱者身上 他感觉太无聊了 而当女孩低着头从他身旁走过时 一种奇怪的气息吸引了江城的注意 一路跟踪混进了教室 才发现女孩背上背着一只英灵 真是奇怪了 大白天怎么会有这东西 而且看上去英灵很是依恋这个女生 但又不像是正常逝去的长辈 如此多的反常 让江城快速提取脑中紫阳天尊留下的记忆 试图寻找出一种能对付英灵的功法 伴随着海量的记忆被读取 一本《炼魂功法》赫然被江城所注意到 如果修炼此法就能炼化英魂归我趋势 想想就有意思 也就在这时下课领想了 同学们纷纷离开座位 老师则说想选出一位课代表 刚刚从石海中退出意识的江城 恰好伸了个懒腰 右手高高举起 老师十分欣赏主动的同学 你叫什么名字 江城脱口而出碧云涛 他可没忘记对方给过50块的要求 老师点名就要举手抱上名字 从今天起你就是课代表了 后桌有认识碧云涛的同学都要笑抽了 花钱雇人带点名居然点成了课代表 然而江城却毫无负罪感 目光紧紧盯着走出教室的女孩 穿过走廊 一路爬上楼梯 竟然已经到了屋顶天台 迎面而来的是挥着钢管的女孩 这一路爬的女孩